大家好,今天想大家講講中美開始玩暗棋 但是美國的匿名制裁實在太搞笑 另外,拜登玩泥沙,玩一些不是我非你,是你非我的遊戲 他開始為智慧寧,不會見到習近平而玩下台街 中美就20國集團智慧寧峰會 兩國元首會晤的問題,玩得不亦樂乎 引渡中美9月9日至10日,起身德里舉辦智慧寧峰會 中外交部會9月1日宣布,國門總理李強 將於9月5日至8日出席了印尼舉行的第18屆東亞峰會 並且對印尼進行正式訪問 據路透社之前爆出的獨家消息,引述了解中國態度的消息人士說 總理李強之後會代替習近平到印度參加智慧寧峰會 習近平就不會出席 美國官員之前一直向美國媒體吹風 說拜登想借智慧寧峰會的機會和習近平會面 但是中方一直對此消息不置可否 不過官方尚未證實習近平會不會出席智慧寧峰會 記者和習近平可能缺席智慧寧峰會追問拜登 拜登只是說,我希望習近平參加 拜登給出一個無靈兩可的答案 但兩名匿名的美國官員在同一日向美國媒體說 即使習近平出席智慧寧峰會 拜登也沒有計劃和習近平在會議期間舉行正式會談 拜登和習近平只可能會是互相寒圈或者親切問候 但如今他預期兩領導人的互動最多是這樣 如果智慧寧見不成中美兩國的領導人 下次可能相遇的機會就是灑月起舊金山舉行的 亞太經合組織即是APEC的峰會 剛剛結束訪華的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就說 如果習拜會在曬月的APEC峰會上成真 將會具有建設性 他說他毫不懷疑如果習近平來美國開會的話 會富有成效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美奧對這個月的智慧寧峰會 兩個舉行中美兩個領導人的單獨會伍打定輸數 關鍵當然是中國方面沒有承諾 在九月舉行習拜會 第二,美奧為顧全自己的面子 又叫匿名官員開始放風 說即使習近平出席本月的智慧寧會議 拜登也沒有打算和他正式會面 頂多在場面打招呼 問題是一直放消息 說九月有集拜會的也都是美國官員 美國消息人士這麼搞笑 就令人想起中學生約女孩子去街不成 就說不是那個女孩子非我 是我非她而已 聽起來都有點幼稚 內地觀察者望平凌家晨峰有一篇文章 分析中美最近關係的變化 他說中美關係競爭越演越烈 而且很多過去的名企 現在轉入暗企了 美國曾經濫用制裁工具 試圖阻撓中國內征 用一下用一下 首先發現不太有用 然後發現反而傷了自己 特首李家超在黑暗期間是保安局局長 因為震暴有力反而受到美國制裁 現在美國主辦APEC就遇到問題了 李家超作為獨立經濟體成員的爽腦 應該在仇邀參會之列 但美國國務院就猶豫不決 先說邀請 後來因為有反對壓力 也向外吹風說傾向不邀請 演者仍然沒有做正式決定 神風認為不邀請李家超 不單是外交的失禮 也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香港失禮也是對中國失禮 這種情況下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是不是會應邀出席APEC 就是一個大問號 如果中國缺席 這是拜登的外交大災難 連共和黨都可能要大鬧拜登無能 可能就成為拜登2024年選舉的失分牌了 那也是美國國務院遲遲不做最後決定的原因 美國在2020年 還將中國公安部物證鑑定研究所 列入所謂制裁的限制清單 理由是共謀侵犯維吾爾等種族的人權 但這間公安部物證鑑定研究所 就是中美在管制被濫用藥物芬太尼合作的關鍵 美國要提交任何有關芬太尼非法入口美國的證據 要求中國合作和採取行動 中國公安部必須在物證所認定之後 才能夠採取行動 現在美國在這裡考慮撤銷對公安部物證所的制裁 但是新疆理由還在這裡 又不是很好撤銷 也都在這裡左右為難 美國搞了這麼多亂事就學乖了 他創新了一種制裁的方式 就是筆點名制裁 美國拙新宣佈的制裁 是針對將西藏撞作兒童 強制轉移到寄宿校 接受同化教育的官員 但是這次制裁就沒有公佈到名單 只在涉及制裁的人員 申請美國簽證的時候 才會知道他被制裁了 拜登政府這樣制裁 算是向美國國會交差 問題是誰會害怕 不知道針對誰的制裁呢 而且後果只是不能去美國 這個大概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宣佈制裁 但是同時對被制裁人 或者實體名單保密 他沒有辦法放棄制裁 不捨得 國會壓力也接不住 但是再半一塊 最後注定會扔到自己腳上面的大石頭 又實在不想 只要想出一個這麼奇怪的主意了 匿名制裁 算不算制裁呢? 被制裁的人 或者實體都不知道被制裁 那有什麼威懾作用呢? 因為美國是為了自己留後路 終於發現制裁傷了自己的時候 可以靜靜地撤銷制裁 但是又不用公佈 反正都沒有人知道 到底誰受了制裁呢? 中國也開始玩暗棋了 其中一個是最新啟動的 加入外國科技人才的啟名計劃 在2008年至2018年間 中國曾經有龐大的千人計劃 引進了大批外國高端科技人才 獲得印進的人才 是作為光明榜在名單上公佈的 但是後來 就成為美國迫害環科學家的重要依據 如今啟名計劃的目的 依然是引進高端技術人才 但是只做不講 不再公開名單 相關的獎勵 據說會給價值300至500萬的樓比選中的人 但是就避而不宣 獲獎者自己得益就完了 另外中國的芯片計劃也是這樣 依然高速推進 但是進展也都避而不宣 既不承認 亦不否認 也都在下暗期 說是否無色無色地 就推出了Mate60手機系列 既不說是否5G 也都沒有說芯片是否各產技術 但是各種測試表明 這個是瑜伽包換的5G手機 華為的凱斯公司 是芯片的設計方 也都可能是用自己的電子設的自動化 即EDA軟件 也都可能是中心製造這些芯片 不過也都沒有公佈 中國最大的暗期是經濟 中國經濟現在在頂峰開旋 地方債務問題 房地產資金鏈都是大問題 消費不振 更加人人掛在嘴邊的話題 中國和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政策 但是很多人期望的 央行大放水就沒有出現 央行就目口目面 只是一步一步微調 小小地地放水 對地方債務和房地產違約的問題 但體上岸併不動 這樣中國也肯定在下大棋 但是什麼期路呢? 跟暗期一樣 不到對碰 外人猜不到 估計是留一手 不到必要的時候 就不大放水 不過印象人才的啟明計劃 不用猜了 如果乾年之後 中國印象的高端人才 就會創立了很多科技公分 那就會很清楚了 對美國來說 這個不單是向中國輸血 還導致到美國的貧血 講了這麼多年 美國和科技相關的 所謂Stand博士外國人 尤其是中國人、印度人 佔的比例太高 如果這些中國人回流中國了 而且 動赤頂級人才 美國還會剩下多少呢? 還有印度人的 他們正是填滿美國的領導崗位 但是領導的只是經營方面 不是技術發展方面 特朗普時代 有人要嚴格限制華裔的Stand人才 跳得最高的就是美國大學 和航空航天與國防工業 大學很容易理解 他們是靠政府撥款和捐款吃飯的 不愁生計 可以唱高調 但是航空航天和國防工業 是芯片之外 美國僅存的高端製造業 高度依賴環的Stand人才 限制了這些人 他們去哪裡找人才呢? 沒有人才 這些行業 未來還可以怎麼發展呢? 當未問及中國人才招募計劃的時候 美國政府國家反情報 與安全中心發言人博伊德就說了 外國對手和戰略競爭對手 都明白獲得美國和西方頂尖人才 和技術的重要性 但是他不敢挑明說的是 獲得人才比獲得技術更好 美國可以封鎖技術 但是沒有辦法封鎖人才 以人才帶走的 不僅是現在的技術 還是人肉中的將來的技術 可以這樣總結的 第一 中美都開始下暗棋了 大家都防住對方 美國的暗棋粗一些 中國的暗棋小一些 第二 美國不點名制裁中國 毫無作用 即向國會交差 有些搞笑 第三 中共的暗棋 全部落在長遠的地方 芯片 科技人才等等 都是關鍵的領域 對未來發展的作用相當大 另外 在石頭台時快評我講到 內地政府和央行 開始都加大少少救市的力度 最終是規定 全國所有城市買樓 同一個首期比例 由30%調低到20% 進步降低買樓的門檻 另外 央行也都降低 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 從6%降至4% 這次支持人民幣匯價 歡迎訂戶 去石樓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 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